XS10這台相機啊 一開始它出來的時候 就有人貼圖片給我看說 燒你嗎? 對對對 他就說下一台是這個 然後我就一看到的時候就說 我看到這外型 PASS 我覺得不會很忙 今天要來分享一下 他在錄製影片的心得 那他叫做Athena 我們歡迎他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露臉的Athena 沒錯 因為他以前就是可能只有聲音出現 或是一些只有model的畫面出現 那今天是首次露臉就獻給我們的頻道了 那其實我跟他認識了一段時間 那他以前是做 就是單純的拍攝照片 那最近呢開始做一些影片的錄製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跟他聊聊 關於錄影片的一些小技巧 那我想要問問Athena 你是什麼樣的契機 開始讓你進行YouTube的呢? 其實我一開始並沒有特別想要去 進行YouTube的這個頻道 純粹就是想要學習一些動態影像的拍攝啊 然後後製剪輯這個部分 然後想要有一個可以放作品集的一個平台 所以呢就是開始去YouTube上面一直去看一些前輩他們的一些影片的拍攝 那在裡面看到有一個叫做一個日本攝影師叫做 Miyake-san的一個OxO的頻道 然後在那個頻道裡面我就發現說 喔他就是拍他女朋友的一些影片日常影片 然後也沒有一些很就是酷炫的轉場啊 然後大部分就是一些慢動作的拍攝 然後很平穩的一個剪輯 那對我來講是相對比較簡單的 然後因為其實我有看其他一些就是YouTube他們的一些影片的拍攝的時候 他們的都非常的 轉場都非常的酷炫 而且可能就是他們都會使用空拍機 那對我來講可能就是會比較 就是門檻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我在出發點的時候 我就先以那一位攝影師的作品做一個就是一個學習的對象 然後拍了之後呢我就想說 我需要可以放一些作品集的地方 所以我就自己開一個YouTube的頻道 那你平常是怎麼樣決定拍攝的主題呢? 拍攝主題的部分啊 我可能會並不是先以主題為主 因為畢竟我是一個初學者嘛 然後所以我就會想說 我每一次拍攝我都要學習到練習到一個東西 就譬如說第一次的時候 先不要講那個SS10的開箱 先講第一支就是跟柏宇一起去三重的熊猴聲公園去拍的時候 我第一個是想要先練習SS10的一個相關的測試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我可能是 第二次拍攝的時候我是跟Bivin 那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可能要學習F-log的調色 對 然後所以每一次每一次的拍攝呢 我都會有一個我想要學習練習的一個主題 然後我才去想說 欸我可以用去哪裡拍攝啊 那可能可以拍什麼樣的氛圍啊 然後我可能要找什麼樣的Model 然後跟Model就要討論說 欸我們要去哪邊玩 然後那個場景是什麼 那服裝會怎麼樣搭配這樣子的 好那像是初學者啊 就是像剛剛聽你這樣講下來 然後你是覺得說 每次拍攝影片都會有一個目標性 但其實是不是 雖然有目標性是一個點 那其實如果 就是按照那個計畫走 其實是不是也會 反而有一點點受限呢 喔對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譬如說 我跟柏宇去熊洪生公園玩的時候 其實像這樣子的地方啊 我們都會比較抱持一種說 我們兩個是去玩的 因為畢竟我也不知道 我會拍出什麼樣的東西 就包括我跟你去西門第一 我們要來分享這個小故事 就是其實我們一開始拍西門的那支夜拍影片啊 我們其實有些設想好說 我們要在某一個 那個是裝置藝術 我們一開始的設想是要拍那個 可是我們到現場發現 它跟我們想像中的 燈沒有亮 對不太一樣 那於是我們就要走隨性的路線 結果反而可以拍出就是更自然的東西 我們就看哪邊漂亮 然後就去哪邊拍 然後就是很隨性的說 就是不會太過於焦慮 因為可能很多初學的攝影師啊 包括不論在拍平面或動態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會想說 喔我要創作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會很緊張 就覺得說我一定要怎樣怎樣這樣 可是在這個部分的時候 就像是我在引導模特兒的時候 我們都是要最重要的是什麼事情 就是氣氛 對 氣氛非常重要 對 就是說我們兩個很開心的去一個地方 那如果你在拍的時候 就覺得說 我就一定要怎樣 然後去到那裡的時候發現 欸這自己裝飾藝術沒有亮啊 然後這場地不OK啊 那天氣不好啊 那可能我們就可能心情影響 可是攝影師的心情只要一影響 model就會受到影響對不對 對就是欸我看攝影好像很緊張 我想說欸那我是不是我今天到底要幹嘛 是不是表現不好啊 對 所以其實反而抱持著一種比較輕鬆的狀態 可以拍出更好的作品 就是當成是一個去交友這樣 去交朋友 然後可能也可以跟model想說 欸那我們這個地方我們一起沒去過 那我們一起去冒險 我們一起去看看有什麼特別的 對 就是會有一種新奇的感覺 新奇的感覺 跟model一起去探險 對 然後就算都拍不好了 我們去了那個也當就是 開新的 開新的 對因為畢竟也是 Blog也是比較走生活化路線 那像是你的影片啊 其實我看了就覺得 欸其實還蠻有女友感的 就是各種視角 那你是怎麼樣營造這種感覺的呢 其實我並沒有就是特別要營造女友感的視角 但是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會說 就是女攝影師啊 就是拍了會比較 就是可能乾媽的 對 因為你是女色啊 所以你當然可以拍出這種角度 對 或者是說就是 就是什麼女色的特別視角 但是我不覺得說 就是特別是因為性別上面的原因 第一個是 我以前學攝影說的老師 絕大多數的老師 就那些大師們 都是男生 對 我都是跟他們學習的 然後可能有一些是 當然是會有女攝影老師 但是就是大部分都是男攝影老師 那我都會跟他們學習一些 就是拍攝構圖啊 視角等等 但是我覺得說 如果特別要針對 去講說女色的視角 我反而覺得說 應該是以美學構圖的視角來看 然後是不分性別的 這個概念非常的好 所以其實不是女生也可以拍出 就是 呃 女友感的感覺 對 但是就是我想要提醒說 有一些剛開始要拍動態攝影 或者是平面攝影的攝影們 初學者 那可能你們會很 第一個 門檻比較進入男的 就是說 我可能很難約model啊 或者是我跟model之間很尷尬等等 那我覺得就是抱持一種比較輕鬆的態度 然後就是也不用太過於刻意 對 然後重點是就是 我們可能要尊重model 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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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你有特別會去引導model做些什麼事情 或是什麼樣的表情嗎 其實我都很讓他們很不意耶 就是 然後但是我們可能 一開始的時候 我可能會有時候還是會尷尬 那我可能就會跟他說 欸你去玩那個什麼東西 然後我在旁邊側著拍這樣子 就是欸不用管我 對對對 你走你的 你看你的 我是偷捕畫面 就好了 空氣敢攝影 這樣也是可以拍出比較自然的畫面 對 那像你就是 就是用XS10拍攝 對 那請問你當初為什麼會選擇購買這台呢 講到這個故事啊 就是 其實是一個蠻長的故事 就是 XS10這台相機啊 一開始他出來的時候 就有人貼那個 就是圖片給我看說 Sony嗎 對對對 他就說下一台是這個 然後我就一看到的時候 就說 嗯 我看到這外型 PASS 我覺得不會很棒 然後我就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呢 因為我看到一些就是 我就想說 嗯 因為他所有的東西 包括任何的一些功能 嗯 就是 手柄啊 然後 IBS的功能啊 翻轉螢幕啊 這些 拍影片等等 都是 我想要的 嗯 然後 可是呢 我就只是因為為了他的外型 那 後來我就看了一些國外的測試的視頻 測試的影片 然後 我就覺得說 欸 就是這個 他其實外型跟他的行路 是有點 差 就是他 實際上的外型並沒有那麼的 不討喜 對對對 所以我就決定說 欸 想要試試看 不要以貌趣的人 這樣子 沒想到 一用完就 愛上他了 對沒錯 就是覺得他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他現在幾乎是我 就是 出勤 機率95%的 一個 一台相機 而且甚至就是說 嗯 像我用 那個 小的相機抱嘛 然後我這樣 一擊一鏡 嗯 放進去都非常的 就是 剛剛好 也不會說 就是要需要大包小包 那你在出門之前呢 是怎麼要選擇 今天要使用哪顆鏡頭呢 嗯 第一個是我會先看 就是我們預計要去拍攝的場所 那如果那個場所是 就是我們不是很熟悉 沒去過的 譬如說一些公園啊 或者是 譬如說去西門町等等 那可能我不是很熟悉那個場所 不知道我會用到什麼樣的焦段 這時候我就可能會用 16-55啊 或者是原本的16-80 這樣子的一個鏡頭 那如果假設我是 那個場所是我非常方便控制的 就是說我可能 23F2就可以解決的 我可以可近可遠這樣子的拍攝 我就可能會帶23F2 因為它就是對焦非常的快速 而且非常的輕便 在拍就是拍攝影片之前啊 你會做場刊這個 這個這件事情嗎 還是就是看距離的遙遠 第一個是說我原本都會想要去做場刊 因為就是比較一開始的時候 會覺得我要拍一個絕世大片 有沒有 然後所以呢 就會想要去場刊 可是有時候會 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譬如說我當時拿到那個 XS10的時候 可能我第二天就要拍了 我來不及啊 然後或者是說 就是我們可能原本是要去 去桃園拍一個購物中心的一個場景 那可是臨時又改成西門町 那可能我就沒有時間去常看 那原則上我都一定會線上常看 就是我可能會先查詢一些 就是其他人去那邊的畫面 想想說可以拍些什麼東西 然後或者是說 像西門町我就會先看一下那個 會有什麼樣的活動 然後所以我們就會選擇那邊這樣子 但是如果到現場發現 跟想像中不太一樣的話 也比較緊張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有教大家一些小技巧 對沒錯 隨性的話也可以拍出自然的畫面 那你在使用XS10的時候啊 有什麼使用上的技巧可以分享給大家呢 譬如說我們可能拿到這一台的時候 我們可能看到一些國外的攝影他們 國外的Youtuber他們 就是都拍得非常酷炫 然後轉來轉去等等 可是實際上啊 這樣轉轉去其實是很容易頭暈的 你等到回去自己看影片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暈 所以我在這個拍攝裡面啊 我可能就是你們在動 移動鏡頭的時候要緩慢 然後而且動的角度呢 就是盡量不要太大 對 然後再來另外再來就是說 像我這樣子 是XS10搭配1655 可以一手就 掌握 對就是非常的 就是它的配重非常的方便 那可能有些人會跟我們說 就是1655其實很重 但是因為它在XS10上 就整個配重就完全 就是非常的一個平衡 然後單手也可以掌握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說 算有點離體了 剛剛有點離體 但是對我來說它其實就是 就是我現在一個非常喜歡用的 一個鏡頭的一個配置 而且就是出門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子這樣 除非說 就是去了一個場景 想要比較低調一點的話 我就會再換鏡頭 所以如果 如果 如果有些人 他們 一開始要買 XS10 然後想要 就一開始鎖定 我的目標就是 錄影 我可能會比較建議 就是1855那一顆 因為它就是有一個 線性馬達的 那部分 那 因為對我來講 就是1855那一顆的 我之前已經是 使用過了 然後我比較喜歡 習慣用16端的 所以就會 也搭配1655或1680這樣子 那一顆 哇 今天真的是 很感謝你來我們的頻道 就是 聊聊不同視角的東西 然後 這邊也要再一次跟大家說 就是其實 不要幫女社貼標籤 其實大家都可以 就是 用心一點的話 大家都可以營造出不同的 就是感覺這樣子 那也歡迎大家 訂閱Athena的頻道 那它本人也是非常的熱心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他的話 也都歡迎在他的 就是影片下面留言 他都 很熱心的可以回答到大家喔 那今天非常感謝你來這邊 那我們 這支影片也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